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居然 歡迎收看這一攤煮什麼 OK 今天我們要做的是 藍帶豬排 那今天的藍帶豬排呢 做法非常簡單 你要用醃好的豬肉片 或是自己醃豬肉片都可以 再搭配上一點高麗菜絲 搭配胡麻醬 或是配菜 都很好吃 OK 那我們看看食材吧 最後食材有 豬排 乳酪片 起司 火腿 高麗菜 雞蛋 麵包粉 低筋麵粉 好 那我們先來醃我們的豬排 把我們的豬排放進來 今天有的醃法非常簡單 那你在家裡適量就可以了 你外面買一般醃好的豬排也可以 更方便 我就要醃 稍微一點醬油 這邊給它抓一抓 把它抓散 讓我們的豬排入味 這樣我們的藍帶豬排 就可以不用沾醬來吃 這樣就很夠味 一樣把我們豬排麻沙吃 這些肉 都很喜歡按摩 你越帶感情的按摩 它就越好吃 我們讓它稍微醃20分鐘 好嘞 那我們現在來切高麗菜絲 這個高麗菜絲 你在家裡自己要吃 大家多細緻都可以 我個人是喜歡吃喜點的 因為我覺得 比較不會有那個生菜的味道 好 我們豬肉片煎好了 我們現在把它 用擀麵棍 旁邊把它往外 往外推 就可以在上面放上 火腿 如果你是覺得這個火腿太大片 我建議各位 對折 讓它吃起來的時候 那口感 會比較好 比較厚 比較扎實 然後我們搭配一片我們的 滷肉片 一樣我都會對折 最後呢 上我們的起司片 起司片就可以這樣 直接放上來 包覆它們 再拿另外一個肉片 直接給它覆蓋上去 盡量要全部都能覆蓋 我們等一下再把旁邊 多餘的給它包起來 然後沾附我們的麵粉 就可以了 好 那現在我們 在我們的豬肉上面 抹上我們的低筋麵粉 讓它沾附到就可以了 拿起來的時候 把多餘的稍微給它拍一拍 然後來沾附我們的蛋液 整片都要沾到喔 再來就是我們的麵包粉 把它蓋上去 這樣它還有黏住的效果 等一下就可以直接下鍋炸 好 像我們要來熱油鍋 炸這個藍帶豬排 基本上就是全油 要覆蓋住這個豬排 所以油要相對多一點 那我們160度 我們就可以直接下我們的豬排 下去喔 先不用動它 我們這邊炸4分鐘就可以了 好香喔 OK 在家自己做就可以吃到這麼大的豬排 多棒 那現在我們就來組裝吧 在家自己吃齁 看你們想要放多少生菜 都可以 上面呢 我們就淋上胡麻醬 我是醬達人 所以我的醬會加多一點 麻煩菜夾上胡麻醬超好吃 好 我們就拿來片我們的豬排 剖麵給大家看 然後我們給它擺上來 藍帶豬排 完成這次的時間 這個切下去超級嫩 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滿滿的餡料 味道非常夠 完全不需要沾醬 如果你在沾醬 我覺得可能會偏鹹 搭配這個清爽高麗菜絲 我覺得very good 有沒有看到那個 起司流出來那個感覺 超讚 一般大家都喜歡吃牛肉 因為牛肉很嫩 入口即化的感覺 但是豬排 它也是可以達到這種境界的 它有時候會勝過於牛排 真的就是肥胖的根源 但不重要 美食之所以是美食 就是為了讓我們人 辛苦了一整天 療癒自己 犒賞自己 所以美食不用省 多吃多做 胖了再來運動就好 OK 我個人是覺得 今天這個藍蛋豬排 做法非常簡單 大家只要備好料 然後自己在家裡做就好 比較麻煩的是 那個油後續的處理而已 其他都很OK 你們只要喜歡 就可以自己在家裡嘗試做肉排 OK 那我們下集影片見 掰掰